第280集 寻宝修士们虽然人多 但是实力摆在那里呢 他们这些人是打不过 那五名金丹后期八九层修为的满岛邪修的 形势所迫没办法 领头的一名黄山中年修士 终于被逼着出来表态 但是有些丧气的拱手说道 也罢咱们合作便是 关于这处上古遗迹的情报 我等也只是大概的猜测 算不上什么机密 并且到目前为止 连上古遗宝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还不知道有些什么凶险呢 我等怀疑是在这座鬼城之内 很有可能有一座尚未开启的上古宝库 瞒到邪修 什么时候改了列日夺截杀的性子 居然还打算和我等寻宝修士 联手寻宝 荒陵城的西南角 重重鬼舞之中突然传来一声不屑的冷横 将那黄袍修士的话就给打断了 这样是传出去 你们不怕绿袍老祖的责罚 我们还觉得丢了寻宝修士的脸呢 话音刚落 鬼舞之中就激射出九道身影 正是一伙金丹中后期修士 为首的呢 赫然就是寻宝修士中威望和实力都顶尖的孙兴 孙兴是阴沉着脸扫过五名满岛邪修和那六七名寻宝修士 他的后面还跟着八名金丹七修士 有他的两个同伙 蒋灵和郑成辉 还有曹大修士 丽修士 胡修士等三人 竟然那是全在里面 突然出现一伙寻宝修士 顿时就扭转了场上的局面 寻宝修士的人数一下子就暴增到了十六名之多 是远远的超过了满岛邪修的人数 三名寻宝修士围攻一名满岛邪修 就算满岛邪修各个都是金丹后期八九层的修为 也只有含恨败亡的份 当然虽然人数差距只是简单的对比 在修士厮杀的斗法场上 双方实力从来都不按人头来算 修士是否齐心 罚器等皆是否足够 各种因素那都要考虑进去 该死 满岛邪修小队长韦仇海 见西南角冲出九名寻宝修士士 猛然一惊 脸上是急剧的难看了起来 费尽功夫才比眼前的 这伙寻宝修士放弃抵抗 主动透露出此寻宝的情况 还没来得及得知这上古一记那宝物的虚实呢 就杀出另一伙可恶的寻宝修士 场上此时是16名寻宝修士 韦仇海可不认为 这些对他们恨之入骨的寻宝修士 在占了绝对的上风之后 还会选择和他们合作 尤其是那孙兴 金丹九层天峰 那可说实力强横 手腕过人 绝不在他韦仇海之下呀 他自认都不是对手 道不同 不相为谋 走 韦仇海眼见大势已去 甚至有性命危险 也不敢多坐停留 立刻朝其余的几名邪修 喝了一句 是猛然的朝东方是急冲而去 这伙满岛邪修 厮杀经验极为丰富 一见不妙是 纷纷打出各自飞剑法器 护卫自身是 准备逃命 别让他们跑了 杀 众多寻宝修士恨不得呀 一下子就扒了这些满岛邪修的皮 错骨扬灰了 哪里肯放过他们 孙兴一伙人就围杀了过去 最先的那一伙六七名 寻宝修士呢 此刻也反映了过来 是操控飞剑法器 联手朝这伙满岛邪修 也扑杀了过去 喂满岛道友 何必这样心急离开呢 既然已经到了此地 就留下吧 哈哈哈哈 孙兴是哈哈大笑着 操控着四柄 泛着璀璨皇光的雾土振旗 是猛然的就射了出去 化为四道黄蒙 加着滚滚轰天的陨石 绿石笼罩向那五名满岛邪修 乌土大阵 小心不要被困在阵气之内 满岛领队伪仇海大惊 他可见过孙兴的乌土大阵 一旦全力施展起来 十多名寻宝修士 一同往阵气内灌注法力 那威力大的令人是难以置信 到时候他们五名金丹后期满岛邪修 估计全要困死在乌土大阵之内 伪仇海操控烈焰法刀 想也不想 猛然朝身后追来的雾土大阵四面 阵齐就砍了出去 吃得一身 烈焰法刀瞬间在半空 画出一道长达百丈 灵力的刀刃 横空朝孙兴的雾土阵齐斩去 而刀身则带起了一片数百丈的 汹涌烈焰火海 更是将后面追来的庶民修士 是笼罩着席卷而去 伪仇海自身却丝毫不停 租下法力狂拥 一道绿营就往东方急射而去 北方是荒陵城 西面南面 是孙兴一伙十多名修士追杀而来 只有东方留下巨大的缺口 最适合他们逃命 哼 追 就算不能杀死他们 也要给他们重创 让他们无力逃出鬼屋大阵 孙兴是冷声喝道 四面雾土阵齐啊 是迸射出蒙蒙洪光 一阵轰石砸下 把那道长达数百张霸道的刀刃就给砸碎了 接着呢 雾土阵齐一卷 将大片烈焰火海就压了下去 但是孙兴想要将困入雾土大阵 那是来不及做到了 呸 真是灰气 尾仇还一刀挡下了孙兴的雾土大阵 一边急奔是懊恼无比 早知道就不该废话 趁早把那伙心把凶事给杀了 好歹也能抢到几件法器 几个除袋啊 此时一名邪修甚至有空啊 回望了一眼是愤愤不平地抱怨着 屁嘴 别说了 尽快地摆脱追兵 去和其他的队伍会合 再杀回来 最好是能够找到老祖 要他们死得难看 魏仇海是厉狠地说道 心中那是极度的不甘 他刚说完 忽然见到前方三四百丈 萌萌鬼物之中 隐约显露六七个青山蓝山修士的身影 操控着法器 正一副戏谑的眼光 冷眼望着他们 他们逃命的速度极快 冲过百丈 不过是一眨眼功夫 此时魏仇海已经看清 当中的一名年轻修士 带着一抹冷笑 正是那位连绿炮老祖 接连两番出手都没能杀死的 金丹齐修士 不偏不巧的是 叶琴一伙齐人 把东面缺口就给堵住了 和孙兴一伙 那是无巧不巧的 就成了一个大包围圈 把他们一伙满倒邪秀 就给包了饺子 不好 此子怎么也在这里 这小子比那老头 还要恐怖几分 他说的那个老头 指的就是孙兴 魏仇海心中 是生出了一丝恐惧 但是转眼之间 他心中对叶琴的恐惧 是转为了滔天的暴力之戏 双手连拍化为 无数换影 法力倾斜式 狂打向烈焰法刀 这柄高阶云神法器 一百余年的瘟氧淬炼 这柄法器的威力 已经达到了 元神法器的顶峰 立印刀 瞬息之间 得到法力补充 暴障到八九十丈之据 蹦射出无比炽热的 燕芒士 刀身如电 火影重重 银眼鸿鸣之声 声势之灵力霸道 令人心头发紧 兄弟们 拼了 无论如何要杀过去 否则今日 全要丧命在此地 魏仇海是疯狂的力吼着 以他金丹九层巅峰修为 玉柄威力巨大的 高阶云神法器 全力施展而出 就不信叶琴 你这个小子 不躲避开 让路 叶琴身色平淡 双眸是微微的眯了起来 眼看魏仇海 寄出法器 冲自己杀来 却丝毫没有退避的意思 满倒邪修小队长 金丹九层巅峰修为 火系的高阶元神法器 这份实力 绝非金丹中期修士 所能抗衡的 必须是同样金丹后期的修士 才能与之一战 就算自己 恐怕也需要大五星剑阵 才能抵挡这样霸道的攻击 叶琴在心中 是快速地盘算着 这一路从海谷山脉 来到荒陵城下 大半日了 他受损的经脉 大致复原 已经能够全力施法 尸出那个大五星剑阵了 不过 虽然已经能够施展 却不一定要动用 自己拥有的实力 可不仅仅是一身的修为战力 还有 骷髅腰 它是足以抵消 这满倒邪修小队长的 七八分战力的 叶琴心中冷笑 他是挥手抛出了腰间的灵兽袋 放出了金丹级别的骷髅腰 骷髅腰在灵兽袋之内 是恢复了大部分的石器 此时啊 瓶光出现在叶琴的身前 巨大的骷髅恶身躯 是在半空中一扭 轰然的就落在了地上 然后巨嘴猛的一张 扑的一声 一道浓墨如注的腥臭失业 化为一道黑色光柱 是轰向了伪愁海 凶神恶煞般空来的 烈焰法刀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经典玄幻类小说 子府千元 平日这些失业 都积蓄在他全身 每一根骨头的空腔之内 这一口剧烈喷出几乎啊 是耗掉了他体内积蓄的 十分之一的液体了 浓烈的失业和烈焰法刀 周身炽热的燕芒一接触 便水火不相容是起了冲突 痴痴作响的烈焰焰烧着失业 立刻就化为了大量的灰色烟雾 那种失业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迅速的消失 但是法刀的烈焰也是消耗的极快 眨眼之间烈焰法刀 迸射出来的凶凶燕芒 便被失业是消耗殆尽 烈焰法刀是光芒暗淡 已经是没有什么威力可言了 此时那道失业也是彻底的 被烈焰焰毁 就在此时 叶琴是张口喷射出了一柄 黄色光芒的云射飞剑 寄出黄天号尘剑去迎战烈焰法刀 叶琴是暗暗思讨着 骷髅腰喷出的失业的威力 怎么比预料的还要强上好几分 要知道金丹七层的浮古恶 比那金丹九层的满岛邪修队长 那是弱上许多的 他那是急速想着 突然间他想到 鬼物大阵之中 修士会受到阵法的影响 天内法力运转受压制 失利会削弱进一层 满岛邪修队长只能是发挥出 金丹八层的实力 可是浮古恶骷髅腰 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好处 实力是暴涨进一层 所以这一跌一掌 他们的实力是非常接近了 尾仇海此刻是心中大苦啊 我全力施法一击 居然没能走向 被这个该死的骷髅腰 给划起了 攻击 回来 烈焰法刀光门暗淡 随之是急速地缩小 被他使挥手就给招了回去 这该怎么办 一头骷髅腰已经难缠得很了 再说那个青山凶士还没出手 对怕老祖都没能解决 怎么办呢 后面的寻宝修士要是追上来 那就是死 想到这里 这位满岛邪修的小队长 心中更加懊恼后悔 如果不是贪功一路尾随 追杀那几名寻宝修士 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接连遭遇两波伏击 陷入包围圈之中 中阳大友 解约下他们 不要让他们逃跑了 旁向修士反应的丝毫不慢 大吼一声是祭出了原神法器 气宝盖伞 全力地结下另一名冲来的满岛邪修 而祝阳两位修士呢 是各自迎战一名邪修 红甫冰儿和王室淑芝 三个人是合力截杀最后一个邪修 他们这一方实力呢 虽然是稍弱一筹 但人数不少 要截下这几个 仓皇欲逃的满岛邪修 是轻松不过的事 叶琴手控皇天后尘 剑士摇指前方 冷冷地立在原地 伏骨恶骷髅腰呢 是浑身带着滚滚的黑色湿气 张大了恶口 朝尾仇海扑咬着 尾仇海呢 是被伏骨恶骷髅腰 给纠缠猛攻 无法摆脱 恨得呀是压根之痒痒 他对付伏骨恶 已经是非常吃力了 还要留一部分实力 预防夜勤的突袭 那柄光芒赫赫的皇天后尘剑 正全力叙事 却寒而不放 严重地威胁了他的安全 只是这几个呼吸之间 孙兴便领着一群十多名 寻宝修士 从后面就包抄的 围杀了过来 树石柄顶尖法器 原神法器呢 是铺天盖地 绽放出各色流光 声势害人的 飞射向满岛邪修 没几个回合的功夫 便听到几声惨叫 一眨眼 便有两名实力较弱的 满岛邪修身亡了 他们暴落下的 法器 锄袋等宝物啊 也立刻被众寻宝修士 使飞快地抢夺去了 伟仇海士彻底地绝望了 狠力和决然 面色猙獰的怒哄说道 我怎然一死 也绝不会放过你们 肉身自爆 他话音刚乐 一个手刀就切了自己的头颅 同时催动 令肉身自爆的法觉 扑斥一声鲜血飞溅 一团药木的绚丽光芒 从断裂的头颅中 就冲了手来 正是伟仇海脱身而出的元神 正常的元神脱鞘手段 已经来不及施展 只有用这兵解之术 才能以最快的速度逃脱 这一团光芒一冲出 就快若闪电的 往鬼物中是极端而去 速度呢是快得不可思议 一转眼便数百丈之远 轰得一声 此刻伟仇海这具 金灯九层修士 肉身大爆炸碎裂 带着恐怖的威能 就向四周炸了开来 血色碎墨雾气是席卷向 周围百丈方圆 这些血墨雾气之中 是蕴含着极大的威力 堪比一记轰雷结 足以重伤同结修士 而另外两名满岛邪修呢 那是面色惨然 自知在众寻宝修士的围攻之下 那不可能有逃脱的机会 同样是跟着兵姐自爆肉身 不好 快散开 一心想要抢夺 法器财货的寻宝修士们 顿时是惊骇大叫着 转身飞快的就往后逃 逃得慢的寻宝修士 就被薰墨雾气卷入其中 防御法器和护身光照 随之就爆现裂纹 冲伤涂血 只见地上是炸出了一个巨大的坑 三场自爆 威力呢虽大 但是啊 并没有伤及多少寻宝修士 毕竟 极少有修士会近身搏杀的 他有着足够的缓冲时间 是逃到安全地带 除非是人流密集 又无法闪避 否则自爆是很难起到 同归于尽的效果的 就连距离很近的叶钦一见不妙 也飞剑护身急忙式闪身后退 并无大碍 只是福国厄啊 被轰的是浑身冒烟 惨不人赌 不过伪仇海 自爆肉身并非想和众修士同归于尽 只是想用自爆肉身逼开周围攻来的修士 换来元神逃离的机会而已 修士兼斗法争的那就是一刹那的生死 快捷下他们的元神 别让他们逃了 否则吼唤无穷啊 反应最快的是孙兴 他立刻操控悟土振旗 朝离的最近的异团满岛邪修的元神 就席卷了过去 那团刚刚离体的邪修元神 根本是没时间躲避 就被悟土振旗这面元神法器 无情的给包裹住了 连半点声响都未发出 就已经是化为灰烬元神封面 与此同时 另外一团元神也被半空中 一张百张巨大的法网给罩住了 吱吱压压的左冲又吐响逃出去 可是下一刻就被飞剑那么一脚 随之便灰于飞烟灭了 只有伪仇海的元神逃得太快 一时间就已经冲入到了鬼物之中 元神飞盾的速度极快 又由鬼物作为遮蔽 众修士打出飞剑法器 想要追杀已是来不及 只能眼睁睁的看到他的元神 是逃入鬼物之中 众修士们纷纷破口大骂 但是无可奈何 鬼物之中 伪仇海的一团元神是快速穿行着 虽然鬼物为他的逃脱提供了遮蔽掩护 但浓重的鬼物也对元神带来了 极严重的腐蚀 他必须大量消耗元气 去抵御鬼物的侵蚀 只小半个时辰 他就从金丹九层暴跌至金丹八层 剩下的这些元气 能不能让他支撑到 剑岛绿袍老祖 这个不好说 飞速穿行的伪仇海的元神 遭到鬼物的剧烈腐蚀 是痛苦不甘 愤恨与怨毒的声音 在鬼物之中是七力残叫着 逃了一个满岛邪羞的元神 那就是一个祸害 如果他在鬼物之中不死 说不定就可以引来绿袍老祖 那会是个大麻烦 孙兴等寻宝修士们是相互看着 脸色都是极为难看 但却是无可奈何 孙兴扫射了一眼 众位纷纷嚷嚷的寻宝修士 微微皱眉 然后换了一副神色 朝叶琴庞修士一会儿拱手 朗声笑道 夜道友庞道友 几位道友安然无恙 来到这荒陵城下 令孙某人甚为欣喜 这一番探保 大家同力合作 胜算也要多出几城 夜勤瞧见孙兴满脸笑容的走来 便想客气的说上几句 突然眼角瞥见了孙兴 身后不远的一名中年大汉 那个中年大汉脸色阴沉 目光阴狠的望着他 夜勤目光是死死的 盯在那名中年大汉身上 心头那是一团怒火 无法抑制 猛然的升了起来 曹氏 没想到他居然也在这里 这中年大汉不是别人 正是曹大邪修 而在一日之前 夜勤为了摆脱绿袍老祖 绿煞剑追杀的时候 曹大修士还偷袭来着 要不是冰儿手机眼快 要不是他随身带了 顶级的疗伤灵丹 他陨落在血雾荒原 都不奇怪 这笔血潮怎么可能忘掉